中央社记者许之为台北27日电 你的失败可能是另一个人成功的机会 中央社董事长刘克江今天表示 自己年轻时撞油失败 却没想到在关度拍秒的照片启发 已故导演齐柏林爱上大自然 台北医学大学人文与艺术讲座 今天邀请中央通讯社董事长刘克江 主讲20岁的探险与撞油 刘克江也和学子分享在1911-2011年间 不同世代的当代年轻人探险和撞油的案例 刘克江虽然分享不少成功案例 但他说也有失败的案例 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刘克江回忆指出 1983年左右台北还没有湿地自然公园 当时台湾的生态环境意识还不足 而他有幸能做相关报道 只要关渡自然公园有鸟类报道 每个人都来找你 好像变成代言人 后来受到美国自然学者影响 他做了一年调查 并集结报道写成书 完成书本著作后 刘克江觉得很感动 并决定把书捐赠给中华民国自然生态保育协会 他觉得对一个刚退伍 爱赏鸟的年轻人而言 这样做义无反顾 他也希望借此让关渡沼泽区成为自然公园 这是他的梦想 但梦想并未成真 他也因此感到自责